Yo guys! Welcome to channel! 各位!Pokemon GO又來啦! Let's go! 好啦各位!這個Pokemon GO在昨天呢 進行了一波的小更新 那這次的更新呢 主要是針對Pokemon的出沒地點 然後還有一些道館的BUG做修復 然後另外呢 追加了一個新的功能各位 就是我們大家最在意的IV值 好啦那這個IV值呢 現在呢新的這個功能呢 你是有辦法可以去了解到 你這隻Pokemon他的IV值到底好不好 值不值得練 然後適不適合有一個未來的發展 那我們要怎麼樣了解到這個IV值到底好不好呢 其實這個這次的更新內容 雖然可以大概了解到他的IV 每個寶可夢他的IV值 但是呢 沒辦法去做很精確的判斷 因為他都只是用文字敘述來告訴你 欸這一隻啊還不錯 啊這一隻很強 啊這一隻啊可能還不錯 類似這樣子的東西 那但是呢其實在網路上有開始 其實有蠻多人整理出來就是 他總共有分四個階段 然後就是現在呢 大家看到我畫面上 分別有 0到50% 你的IV值在0到50% 然後再來是 51到67% 然後再來就是 67到82% 然後82到100% 這個IV值呢 四種階段呢 你的陣營的隊長呢 會告訴你不一樣的單字 好不好 我覺得他真的是用單字來區分你的寶可夢 到底強不強 那麼呢 要怎麼樣看你的這個Pokemon 他的IV值到底好不好呢 其實你 就是我們在這個 這個現在這個畫面 然後點右下手呢 這邊就多了一個新的功能 叫 A P P R A I S E 應該是念 Apparise A...Apparise Apparise Rais...Rais...Rais... 不好意思 我英文不夠好 總之呢 你就是點這個 然後你的陣營的隊長呢 領導者就會出來跟你說 Hi Chainsa Let's take a look at your 0到50% Show we OK 然後他就開始講了 Over... Not be great 各位 這個就是紅隊 他其實 我們現在有三個陣營嘛 那三個陣營呢 他所講的話 其實都不太一樣 待會呢 也會把其他兩個陣營 然後分享給大家 到底他們的每個階段 是用哪一個單字呢 去做代表 那我們現在紅隊呢 0到50%就是 Not be great in battle 不太適合打架 啊... 然後but I still like it 廢話 你怎麼可能說他不好 然後如果啊 你的IV 因為IV值呢 他有三個嘛 一個是血量 攻擊 然後跟 防禦力 如果啊 你的寶可夢呢 有其中一個素質 特別好的時候 他這邊還會講 its defense is its strongest future 就代表說 你的這個角色呢 他的防禦力很高 但是他可能 其他兩個的素質 沒有那麼的高 所以他平均下來 只有在0到50啦 那所以就可能 不太適合 後續的培養 然後再來呢 我們51到67的時候 你看看我這個快龍 我摸摸的帥啊 Let's take a look OK 然後他就會說 Overall you are 57到67 is a decent pokemon 那這個就是 51%到67% 你的IV值落在這個階段的時候 你的領隊隊長 就會告訴你這句話 然後他自己 你看 如果他攻擊力最強的話 他會跟你講 its attack is its strongest future 好不好 這個就是 他如果有一些 三圍特別突出的話 他也會告訴你啦 再來呢 就是我們的暴鯉龍 我們看到暴鯉龍是 67到82% 他會說什麼 來 It all you are 67到82 is strong pokemon you should be proud OK I will be proud 激動什麼 然後這個好像就是 後面兩個階段的 pokemon 你都可以來練他 那這邊呢 我們看到他的攻擊力 attack is strongest 然後 對就這樣 所以呢 67到82%的話呢 就是 呃 忘記了 忘記了 OK YA 來 最後一個 我們的水精靈 我們來看一下 我這隻水精靈的IV呢 是100% 所以待會呢 照理來講 應該會是 Defense Attack 然後還有 HP 他都會寫 他都會寫說是 呃 最好的 來 WOW You are 82到100 Simply amazes me 驚呆啦 驚呆啦 所以如果是82%到100%的話呢 你就會驚呆你的隊長 好不好 然後他的 HP is strongest future 然後 I am just as impressed with its attack 如果你攻擊力特別高 然後 你的HP Terrier 或是 呃 你的防禦率特別高 他其實還是有一個階段性 然後 每個階段都會講不一樣的話 我就在這邊不想那麼的詳細 如果大家想要更了解就是 每個攻擊力防禦率HP 它的詳細素質的話呢 我會把這個 我參考的網站放在底下 這個網站他其實還蠻厲害的 這個 這個黑貓老師他還蠻猛的 就是 他也是參考國外的網站 然後去分析出來給大家 一目瞭然 大家都可以去參考 來 那再來就是 呃 I am just impressed with its defense 所以 就是我的 這隻角色的攻擊力 防禦率以及血量 都非常非常的好 對然後 這個呢 就是我們這一次改版了 全新的功能 更快速的可以去了解到 你的寶可夢這隻到底要不要練 然後強不強 那 最後呢 因為這個我現在是紅隊嘛 那其實 藍隊跟黃隊啊 他們也有分別不一樣的 術語 好不好 我們就簡稱他為術語 這個術語呢 然後 藍隊的話 最強的就是 A wonder 然後 強呢 就是 呃 強是 82 欸 不不不不 70幾到80幾呢 是 Catch my attention 抓到我的注意力 吸引我的目光的意思啊 然後普通呢 應該就是 Abooth of range 然後應該就是很平均的意思 然後再來如果是 呃 最 呃就是 0到50%的話 他就有一個 Not likely to make match headway in battle 就是也是都是不太適合去打架的意思 那我們這個 黃隊的話呢 他應該就會有一個 BEST字眼 然後 Looks like It really battle with the best of them 就是他很適合去挑戰道館 然後再來就是 It's really strong 是強 第二個 然後再來是 呃 普通的話 It It's pretty decent 好不好 Pretty decent 然後最後呢 0到50%呢 就會寫 Hes room 這其實不太懂的意思 Hes room for improvement As far as battling goes 應該也是不太適合去挑戰我們 這個 道館的意思啊 好啦 那這個就是我們這次改版呢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一個地點 呃 比較重要的一個地方 分享給大家 那大家就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呢 去了解到 你辛辛苦苦抓來的Pokemon 你的寶可夢 到底哪一隻適合練 哪一隻未來會有發展性 好不好 那麼 最後呢 我參考的詳細資料呢 它裡面還有更詳細的解說 會把這個網站呢 放在底下 影片底下的留言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看喔 那我們就 下次Pokemon GO 再見啦 影片結束喔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在下面幫我點一個喜歡 並且在這邊 訂閱我的頻道 Lok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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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嗨